接下来这个例题呢 题目要我们请完成下列的算式 它是三个数相乘或相除来利用指数率 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 4乘以16乘以8 它到底等于2的几次方呢 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呢 就直接先把这些数字都换成2的次方 首先这个4叫做2的2次方 16是2的4次方 这个8呢叫做2的3次方 底数相同的时候呢 相乘指数相加 那你可以因为这些都是乘 所以干脆就一次把它加起来 2加4再加3 等于2的9次方 所以第一小题A这个题目呢 N就等于9 第一小题N等于9 第二小题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叫4乘以16 除以8 那到底等于多少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先把它改成2的次方 2的2次方乘以2的4次方 除以2的3次方 好 我们呢 你可以一次直接乘除一起算也可以 你也可以两个两个算 首先呢 2的2次方乘以2的4次方 底数相同 相乘的时候呢 是指数相加 2加4等于6 然后呢 接下来再除以2的3次方 2的6次方 除以2的3次方 这等于2的 底数相同 相除的时候是指数相减 6减3等于3次方 所以呢 N等于3 那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做 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直接 因为它的底数都是2 而且呢 都只有乘跟除 这时候呢 你就把它变成2的 前面两个相乘 所以指数相加 后面是相除 所以指数要把它减掉 2加4减3 所以呢 就变成2的 2加4是6 6减3等于3次方 所以呢 N就等于3 这样子做呢 也是可以的